来 给我出难题了是不是 对 那我们看到其中其实是有五个题板 第一个题板上面写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蜡笔小心式的配音 底下呢有一排小字 一会儿呢 易景要根据这一排小字 来跟大家做到一个配音 好 那你准备好了吗 易景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好不好 准备好了 嗯 嗯 忆念一下 蜡笔小心了谁 一秒像线哦 好像 嗯 我回来了 我钢跟团 从成心岛旅游回来 哇 好漂亮哦 嗯 不信你们就问问这是大人吗 哇 非常像 来来来给点掌声啊 接下来 咱们看看第二张牌子的挑战 我偷偷来看一下 哇 这个很有趣啊 泰国话 好 那我们跟各位哈 来一同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其实不会说就是真正的泰国话 有点泰国可言 可能就是模仿那个那个腔调 对好 好 我呢 是来自泰国 很高兴呢 能来到成心岛旅游 哦 成心岛 所以紧紧马来 漂亮漂亮 哇 这个人还要吃啊 第三个题板 我有看到 是这个东北话 看一下我们这个意景 作为我们的成心使者 这个东北话过不过关 行 可以试一下哈 好 哎呀 成心岛老好了 那么大条龙就跟他天然 跟他飞呀飞呀 哎呀 啊给我整那沉醉呀 以后啊 我就我就搬这嘎的来 我每天我啥事也不干 哇 我就跟那看那飞龙跟那飞 天呐 哦 大家知道吗 自己的爱都啊 不光是唱跳拳呢 我觉得配音也是杠杠的 对不对 由咱们东北话来讲 我觉得刚刚真的是特别的 呆这个东北味 有点那味啊 对不对 一百分以上 哦 那接下来哈 咱们还有两个题板 下来是我们的 他这个是 山东话 山东话 对好 那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山东话 好不好 山东话啊 我本身自己是山东人 那就是我们家乡画 你是山东人吗 是我是山东人 可以讲时间调的一集 哦 山东话它上面它是一个 呃 老人的一个 我们的这个人物 所以声音 我可能要稍微变得稍微 哦 你看看不光会方言 还会儿童啊 中年呢 老年人人家都会 对不对 来 我试一下 我尝试一下 嗯 陈醒刀是我二十五年来去过的最好的地方 哇 哎 什么 你说我看上去有点仙老啊 哎呦 那是我大功打的啊 早安 大功人 哇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像哎 这个是你大概用我们整个的喉咙把声音压低 会有这样的声音对不对 差不多 然后声音就是 又 又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就是那种感觉 哇 还有到最后一种 还有最后一种 第四种是 哇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难了哦 这个已经不只是人类了 连动物节当中都有 哇 是真的猫吗 好像哦 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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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现在已经可以了 你知道吗 你在的时候 你是一切 你不在的时候 一切是你